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我們回到第三節了 這一節就相當之重要 因為大家知道近幾年人工智能的發展突飛猛盡 大家其實很擔心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的衝擊 特別是在就業方面 其實以你所知 有哪幾個行業現在都是收彼的 開始 你問我一些本來要很勞工密集的東西 就可以去取代 如果你某一些服務行業 譬如後勤那些系統 你負責去聯絡 去派任務出去的那些工作 很多時候可以用那個機器程式去取代 另外以我理解 無論是那些律師樓裡面的一些工作 譬如去找一些Case那些這樣的東西 甚至乎接下來 我都相信是會計師那些核數的工作 有一些工序就會慢慢去擺很多 由這個人工智能去取代 所以我以前還是想一些可能比較需要用小的腦的力量 但是就要用多一些手的重複的動作 就比較容易去AI去取代 但是現在看到那個人工智能發展的趨勢 似乎是它已經真的能夠做一些越來越複雜的任務 老實說 AI本身裡面的程式的細節 我沒有能力去講太多給大家聽 但是剛剛這個星期 那個叫Open AI O1 就出了一個叫Preview的一個版本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公佈 就是說它真的有一個叫做解數學難題的能力 所以我又認為似乎現在這個AI 就是剛剛這段時間裡面 又有一個很重要的革命性的推進 但是我聽說在某些大學開始是不用教師上課的 就這樣說了 不要說某些大學 你看世界上很多的學府 越來越多這些叫做網上的課程 而其中一些比較手把眼見的網上課程 你又是由Open AI、Chat GPT那些東西 你已經可以自動產生一堆叫PowerPoint 那些這樣的一堆筆記 一堆那些講義那些這樣的東西 更加不要說出一些文章 或者出一些很簡單的摘要那些東西 其實已經是可以自動化來去做的 所以背後呢 你可能是有一個人同時間是去 叫做去用那個AI來去產生這一堆的內容 他自己可能再潤色一下審核一下 背後你就不可以說是人工智能去教你 但是很多的材料已經是交給人工智能來去產生 就令到一些很容易產生一大堆一些的課程在那裡 那譬如你說那些 就是我講的那些不是說一些很叫做 未必很艱深的課程 有時候我知道是一些 譬如說公司內部培訓 譬如我想介紹現在新的一個措施、新的守則 那譬如有些大機構間不中的 就是去界定什麼為之利益衝突 什麼為之性騷擾 基本上那堆這樣的資料的東西 你是不需要人去續業去整那些這樣的資料的 甚至乎他整個東西本身就用人工智能產生教材 你核對一下之後 就是用人核對一下之後 整個東西就自動是一個網上課程 就全部就不是說要請人去約個時間 去逐個去上課的樣子 很明顯這件事情就現在開始看到了 但是也有一件事 就是美國一個音樂界原來做了一大輪 就是用人工智能做的歌曲 接著他收了版權費 就是收了一些廣告費 現在就被人抓了 就說他是做假的 但是我們今天要講這個OI 其實這個很窍口的這個模特兒呢 它有什麼特別之處 令到我們覺得人工智能又再進一步呢? 它應該是OI 應該是 世界OI 之後就有一個數字 一 它出了一個叫做預覽版本 就給別人去試這樣 它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它就是可以去解一些比較深的數學難題 我每次要決定去講OI 題目 我都要很小心 就是你不是真的有些很新很到的東西 就不要亂說著 以往我記得我跟台長你去討論的時候 我還經常圍繞著一些很老土的問題 都還是來到這樣的程度 出到哪一篇 我試過給一些數學題去計算 都還是很差我回答不了 然後我問他一些很基本的牛頓力學問題 他竟然還用一些很錯的 叫做以前的中世紀 或者甚至乎再以前的那些古希臘 阿里士多德那些舊式錯誤物理學 來回答我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個時代 原來已經很快又過去了 在他們重新再去訓練這個人工智能之後 在這次的OpenAI O1這個版本 他們就可以令到這個AI 有一個叫做數理上的理解能力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先講一個結果出來給大家聽吧 他如果給了一份大學程度的一些數學的考卷 裡面牽涉到一些已經是高等的微積分的一些運算裡面 他最後答出來的答案已經是排在一個整體的學生的表現裡面 排在頭17% 那它不是正式大學的考題 那個是什麼呢? 是一個在美國裡面其中用到的一種叫做美國的大學入學史的一些考題 那這要小心一點 那個美國大學入學史不是講那些什麼SAT那些 它有另外一個Test叫做APTest 其中就是說有些學校會參考這些成績來決定 他收不收你去做一些理科的學生的 那APTest你可以理解做一個什麼程度呢? 有一點點像現在我們是香港的DSE程度的那些比較深的數學考卷 那其中就是有些數學 以前我那個年代就會考有數和附加數 跟著A-level又會分AS-level的數和AL-level的數 那個就去到大學入學史程度的那些這樣的數學 那裡面它雖然不是回答到滿分但是呢就已經是 排到那個的成績已經是頭17%的學生的成績來的 那所以你可以說它是比大部分的考生可以考得比較好 然後還要不止其中有一些的奧林巴克數學問題呢 它是沒有說完全給它看過一個原原本本的一個題目 就是它沒有做過這個題目 它是要透過自己的人工智能力去找一個解決出來 去怎樣解決這個新的題目 就是我會這樣說一下 雖然我給一個的... 我們計數很多時候都是的 你可能同一條方程式 但是你轉了個數字呢 有些學生就會計錯數了 那麼現在呢 就是數學就是你很難去預先去貼題目 其中的原因就是你不可以叫它預先貼中一條題目 然後到時候就倒背如流去寫回答案出來 有時候可能那個方程式出同一種方程式 但是裡面那些參數改了一點的時候呢 你就要重新用你的理解來去解決一次出來 那麼這個就是那個理解的部分 就是為什麼這麼重要 以往那些OpenAI去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是很差的 你如果是解一條那些叫做什麼一元二次方程式 我是叫做X2次加2X加1我懂得解決 但是原來你將它改一改X2次加4X加4它可能已經計錯了 就會出現一個這樣的情況 那麼今次這個OpenAI O1版本呢 就是要針對這一種問題 怎樣能夠令它可以解了一種的數學問題之後 能夠觸雷旁通 令它下次給同一款的數學問題的時候都懂得解出來呢 那麼今次這個版本它能夠做得到 其中有一個比如說是去到奧林伯克數學級別的一個題目 因為其實奧林伯克數學就是很多時候高中生都去考的了 那麼它假設就是一些比較深的高中程度的數學題目 它一樣它懂得去解 甚至那個題目我自己也不懂得解 但是它就可以輕易地去幾十秒解到答案出來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完全就是已經 我們之前那次去講OpenAI的發展 已經就不是科學新知了 已經有一個新的時代 我會覺得就是那個AI本身有一個理解的能力 尤其是數理方面的理解能力 就在這個OpenAIO1這一代開始就已經出現了 但是你猜到這種能力是局限於數學的推理呢 還是它是覆過了其它的範疇呢? 我會說是後者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這種推理能力 很多時候就是你要看得出那個本身那個問題 背後的那個公理是在哪裏 如果你是純粹以往我們那種形式 我們以往理解的那種人工智能學習模式 你不見過 基本上你就不會認識的 所以你是不停地叫 它就像一個不停地把一些書倒背如流 但是它可能會用文法把一些東西去融會貫通 重新把這篇東西重寫一次 就是文字上那個本身都不容易整的了 以前你以為最低能的人工智能階段 純粹就是一個叫做supervised learning 那你就純粹看過什麼才會回答你 它不看過什麼就不會回答你 然後開始有一個初步融會貫通的能力 就是處理文字程度變成一個融會貫通 給了你不同的材料 它懂得根據那個文法的規則 來重新給另外一篇文字重寫給你 但是裡面的意思是不會失去了的 但是這個它寫得好不好 也都好視乎本身你給它的資料負大不大 那現在呢也都要講到就是說 它要有一個融會貫通的能力 尤其是在數理層面 你就不是純粹去硬背硬記了 就是這樣東西可能有時候人 就是數學不好的朋友可能都會面對的問題 我很努力背了很多的題目 但是我最後就是不懂得計出來 就是不懂得計出來 因為背後牽涉的那個 你怎麼去看穿了這一套問題裡面 有沒有一個共同的法則這個問題 然後你馬上執行出來 那現在呢 就是這種思維 不只是限在這個數學模式那裡 因為那種理解能力不只是在數理上 世界上有沒有其他事物你可以觸雷旁通呢? 會不會是其他一些邏輯推理的問題 你都有能力去做到去融會貫通呢? 甚至乎有一件事 就是在我做節目前 我鼓台長你會說的 你會不會問到創意的問題 究竟能不能夠達到呢? 是不是? 我甚至乎會覺得 再去問這個問題 就已經是比較落後了 就是到你去到一個人工智能 去有一個這樣的觸類旁通的能力的時候 我甚至乎會覺得呢 它已經非常的接近我們人類創意的一個地步 是啊 那它現在這個發展呢 不是歸功於那個計算速度和計算量的增大 它要依賴著那個計算量的增大 才有能力去做到這件事 因為那個耗電其實很大的 其實這裡我差開一點點說 我現在幾乎肯定 人類如果不重新再用核能 基本上是支持不了人工智能的發展 就是我們現在以往就是想 怎樣去找一些結證能源 取代現有能源模式 但是現在呢 你人工智能是為了那個人類去 需要去耗費能量 產生了很大的缺口 我們怎樣去填補到那個 就是人工智能這個大食的怪獸 對需要那麼多電的這個機器呢 你很多時候你真的要依賴結合了一個核能來幫忙做 這個講遠了 回到這個OpenAI 就是All One這件事 它原來其實 就是文章裡面一般都有提到 就是它訓練今次這個 新一代的人工智能 它其實是 那個訓練模式它用一個 就是叫Reinforcement Learning 那裡就大量引入了很多 那以我有限的認識理解 我就知道 在以前什麼的例子裡面 是用到Reinforcement Learning呢? 就是在那個叫做AlphaGo 就是去抓圍棋 在那個圍棋任務裡面 兩黑白紙去互相對譯 怎樣去運用去尋找一個最佳化的策略 令到你能夠贏出了你的比賽 甚至乎就是它不只是去閱讀以往那些圍棋高手的過往棋局了 它甚至乎是再把兩個電腦之間 兩個人工智能之間互相對譯 去找到一個最佳化的策略來去贏對方 以前就是可以用一個電腦程式 放在圍棋這個遊戲裡面去做 但是現在你會發覺 這種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手段 已經不只是限在圍棋這個遊戲裡面 現在你會發覺是數學問題的推理 甚至乎未來會發展到數學問題 或者一個邏輯問題 牽涉到文字方面的這些邏輯思維推理 都會是運用到這次的這一種新的能力 就是叫做因為這個Reinforcement Learning 令到人工智能擁有的一個 就是叫做理解的這個能力 就會在這裏出來了 是呀 你之後結論你下一節就回來 好的